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三位老师 源自这一个大风堂的画风 师承孙嘉勤老师 不管是泼墨泼彩 他尤其擅长工笔花卉 其实他不管是花卉 人物山水样样都行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邀请这个宋元化老师 来为我们现场示范 那等一下请他介绍一下 今天所要示范的一个主题 来 宋元化老师请 谢谢陈理事长 我是大风堂旗下的门人 那今天我想要现场示范的是 以大风堂强调的 如果在花卉部分 可以以陈白羊陈醇的一个风格来展现 那陈醇展现是一个大自然的争取 所以我就下山沿路上刚好看到 樱花开了我就带了两只来 那我想说表现这种天然的野气 然后那个表现一个大风堂强调的 那个血液的部分 所以今天会有花卉的 还有几个简单的枯 剪下来的一个花的豆莢什么的 来做一个小品的示范 谢谢 就是以现场折之花 就也当场写生的概念 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谢谢宋老师 谢谢